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就想跟大家讲讲一宗案件 事源就是这宗案件涉及一名疑犯 他的工作就是做补习 为什么他会搞到要被国际刑警所通缉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编辑部》、《正香煲》和《曬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一般来说当我们听到某些人被国际刑警通缉的话 我们的印象就会觉得很可能是杀人犯、大毒梟 又或者在银行打劫几十亿的大财 但是今次被国际刑警所通缉的这名图中的人物 就只不过是做补习老师 现在他就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的人物 而国际刑警在194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合作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傅环聂 57岁的了 他就被认定在新加坡的国家年度GCEO level的考试里面 就精心策划了一场作弊的案件 但是很不幸就是 他这宗案就被人识穿了 后来他也都被法院判处四年的监禁 但是他就没有向当地的自首 而在作弊的过程中 他就连同三名的老友 就透过身体上的摄像镜头 耳机和蓝牙设备 向学生提供答案 在新加坡开补习社 生意都尚算不错 因为当地的补习 那个风气 都是颇为刺烈 很多学生 每个月 使在补习的费用 可以高达2000新加坡币 而这名补习老师已经57岁 就叫做符门联 还有在这宗案里面 他还有另外三名的同伙 就是一名就是他的侄女符敏 另一名女性的朋友 叫做谭嘉燕 还有一名叫做冯日文的人 每人就收了一名男子 8000元新加坡币 来帮助多达六名年龄 只有17至20岁之间的学生 希望能够可以在GCE考试里面通过 以便他们能够在当地升学 不过最终这六名学生都没有通过考试 全部都肥了 那么那个作弊过程又如何呢 这六名学生就获得 这宗案的主脑符闻联的指示下 就在耳朵戴着玉色的耳机 而这个耳机是会跟身上的蓝牙设备所绑定的 然后呢 谭嘉燕就会向他们提供答案 那谭嘉燕如何向他们提供答案呢 他呢就扮成学生 亦都是参加这一次的考试 但是身上呢就有个摄像镜头 那当谭嘉燕呢 乍加伊在这里考试的时候呢 他就利用身上的摄像镜头 就拍下海上那份卷的 而摄像镜头的画面呢 就传到是他在补习社里面 另外两名导师的 然后另外那两名老师呢 就会立刻就做题 然后呢 将答案发给 这六名学生的呗 只不过这样 在作弊的过程里面 就被当地的监考员 就发现其中一名学生 就发出一些怪声 所以他们就被发现了 而这名学生也都真是好帅子 哈哈哈哈 一口供出了所有的同伙 而这宗案呢 在2020年就已经审完的了 那案中的主佬傅莞 就被判处 多达27项的作弊罪名成立的 他要被判监4年的 但是他就没有在新加坡出现的 相信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好一段时间的了 所以国际刑警就向他发出红色通緝令 并列出他一系列的罪名 而当地警方也表示 他另外的三名同伙 目前都已经在坐牢了 而根据新加坡警方的一份声明 他附换列就犯有一系列的作弊案 并且已经是罪名成立了 但是他就没有如期服刑 所以新加坡警方也只能出此下策 向他发出红色通緝令 希望他尽快回到新加坡自首和服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或者听过 一些朋友在新加坡考试 新加坡的学业压力 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令人喘不过气的 而小弟自己就有一名亲戚 他就是新加坡的人 我还很记得他当年小时候读中学的时候 每日都要挨耳地摁书 每日晚上10点睡觉 4点起床就摁书 摁书摁到 7、8点的时候就起床上学 上学后放学 吃东西又继续摁书 不停地读书 目的都是为了希望可以 能够入到心儀的大学 加上一系列的考试 的而且确是压到很多学生 喘不过气来 正正因为这样 近年来 新加坡已经陆陆续续 实施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 減轻学生的精神负担 因为一直以来 最为人救病的就是 新加坡的考试压力 真的非常大 尤其是去到GCEO level的考试期间 就更多学生表现得非常紧张 每个都希望能够可以在考试上表现出色 因为这场考试可以说得上是决定每名学生将来的命运 事实上在考试场作弊 这次就不是第一次的 不过这件案里面最特别的就是 他们利用了高科技来进行这次的作弊 还有涉案的人都是非常多的 而最恶劣最恶劣的就是 案中主佬竟然离开了新加坡 虽然 他这件案子就不是什么杀人放火 或者打家劫舍 但是 由于 他没有回到去服刑 新加坡警方在逼于无奈下 才需要向他发出这个红色通緝令 恐怕他都没得躲 或者他可以躲在一些较隐秘的地方 将自己的身份隐藏 应该都还可以躲得过警方的追捕 不过因为作弊案而出走 搞到被国际刑警通缉 我觉得这个人都是颇为愚蠢的 反正你的同伙都已经是服刑之中 又不是没有人陪 最有趣的就是在这件案里面 也涉及到他的侄女 他的侄女都已经是服刑之中 自己就走了 你说是多不负责任呢 为了区区八千元 新加坡子 就搞到沦落成这样 你说 是不是蠢过加零一呢 为了这么少钱而失去自由 值得吗 照计也不值得 不过案中其中一名被释穿的学生 就把整件事都弄出来 看来他们之间的保密功夫 就真的做得很差了 只不过这样 学生呢 很多时候多准准 就什么都说出来的了 虽然这些学生就被断正 有作弊 但是一般来说 你老老实实认他的话 学生就不会需要负太多责任 但是案中这几名人士都是年纪有差不多的了 这样来替学生作弊的话 在新加坡是严重罪行 而在2020年的时候 就有六名考这个律师执业史的时候 就被人发现作弊的情况 而这六名人士很自然的 亦都是被取消申请律师执业资格的 并且被新加坡的法院判处他们 要公开他们的名字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有失专业和诚信 更加被判处暂时不能够报考律师 为期就达一年 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一年之内 要好好反省自己 在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 名字被公开呢 就搞到人人都知道了 诚信这方面 由于他们涉及在考试的作弊 相信在将来 都不容易回去从事这些法律行业 一次的作弊 就本来对自己的职业 可谓毁灭性的打击 那值不值得呢? 所以考试就应该老老实实去考 不应该用这些旁门阻道的 好了 今节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